我們現在用極坐標來描述一個指點在平面上的運動 並推出這個指點在平面上運動速度跟加速度的公式 我們知道這個指點可以用S跟Y來描述它的位置 我們也可以用R跟Sida來描述它的位置 也就是說一個指點它的坐標 直角坐標如果是SY的話 那你用極坐標描述的時候 就變得X就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Rcos 這個R的話也是這個長度 這一點的話可以用SY表示 也可以用Rsida表示 那Rsida跟SY的關係有這樣的關係 X的話是等於多少 cosSida 那Y是等於Rsida 所以連它的位置項量R 所以連它的位置項量R 就可以描寫成多少 RcosSida 就XI再加YZ SineSida 有時候我們可以定義它的方向是R的方向 然後它的長度是E 好 我們現在來求它的速度 我們會忘記先給它什麼 求它的位分 DR 這DR的話等於多少呢 前面取位分 前面圍後面圍 DR 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 乘以這個 這個的話呢 我們叫R一條 加上多少呢 前面部圍 圍後面 圍後面就是第一項圍分 就是-3Sida A乘以第四大 往是I 第四大我把它拿到外面去 這個圍分的話 是那個cosSida 它跟R剛好是垂直 而且是R轉90度以後的向量 我們把這個 Cida加一個90度 cos90度加Cida 剛好是-3Sida 也就是說R的方向 給它轉90度 就是這個方向 跟R互相垂直的方向 轉90度 轉90度 就是Cida的方向 那這個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 Cida一條 所以這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DR 事實上就等於DR 就是近向方向的變化量 就是近向方向的歸分 R方向是近向方向 加到RDC 這RDC Bcida 就是角度方向的 等於是角度方向的歸分 這等於RBcida 相當於是骨長 那方向類似的話 是Cida的方向 就是跟R互相垂直的方向 Cida一條 好 那我就可以把它的速度算出來 把它的速度 這等於多少 我兩邊的話 給它除以DT 我就求導速了 我現在的話 我對R求導速 我就是DR除以DT 我求導速 這等於多少呢 這就等於 D近向的變化量 那個求導速 這就等於DR DT R一條 加上多少呢 加上這個R Dcida DT R Acida 那這個有時候 我們叫做角速度 如果往這邊掃的話 如果它是逆時針的話 就是正的角速度 順時針的話 負的角速度 這個呢 有時候 我們就要給它一個名叫做 Omega 所以這個小則的話 它那個 指點在平面上運動的速度 可以分解成兩個方向 一個是R的方向 一個是跟R互相垂直的方向 跟R方向的速度 就是 大小是DR DT 跟原則什麼呢 跟R互相垂直的方向 那個方向的話 就是Cida的方向 就是R Omega R Omega乘以Cida 等於是到圓周運動的那個方向 這個就是它的速度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加速度 加速度的話 就是要再給它微分 再給它微分的話 那我現在的話呢 加速度A 這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這個 求導數 再給它求導數 就是DV除以DT 好 那就等到 等於是這一項 這一項的話 有兩項相成 就這個呢 求導數 它就變成呢 這是 兩階導數啦 乘以R一跳 這前面尾後面部尾 加上前面部尾 DRTT 乘以後面尾 這個什麼呢 這個單位向量呢 求導數我們已經做過了 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呢 我給它求 這個 這個給它求導數的話 變成Cida 就轉個角度 這個東西求導數的話 就等於這個方向 它方向轉角度度 是Cida的方向 再乘以那個Cida呢 對什麼 對時間求導數 這個的話呢 是第一項呢 求導數 再來第二項 第二項的話 它有三項相成 這樣多少呢 加上呢 加上呢 微第一項 就是D R DT 第二項 第三項導有 Omega 這個上就是Omega Omega Omega 就是Omega Sida 這都知道 加第一項部尾 微第二項 微第二項的話 我們現在定什麼呢 令這個 角速度 對時間的變化力 我給它裡面叫做 角角速度 Alpha 就是 微第二項的話 就是Alpha Sida 那這多少呢 第一項部尾 第二項部尾 微第三項 那第三項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是微這個 那微這個以後 它方向會再轉90度 再轉90度的話 就等於 會有跟B Sida 也就是說 Sida 對什麼呢 對T 微分的話 這等於多少 等於是 第一項微 第一項微的話 是多少呢 Sine 對Sida 微分的話 等於是 cosSida cosSida 再乘以呢 DC DT 把它拿到外面 就是 I cosSida 先對Sida 微分的話 就是 FuSida FuSida 按這個 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Sida 再對T 微分 就是 Omega 這個方向 剛好 跟這個方向 相反 所以 這個 Omega 乘以 FuR 所以 等於是 Omega 乘以Fu A 乘以Fu 乘以Fu A 等於Fu的 Omega A 這樣子 好 那這樣的話 總共有三項 後面這個 Omega 總共有三項 好 那我現在把它給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具有R方向的 把它合併起來 有兩項 有兩項 兩項就是 D R 這R 微分兩次 就是求到兩次 他減掉多少呢 R Omega 乘以Fu 這個方向是 R的方向 現在那個 系列的方向 有幾項 有這個 D R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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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指點在平面上做運動的加速度的一般式 那如果我們只關心指點在上面做延續運動的話 那也就是說當R是常速的時候 這個我就把它給寫在這邊 當R是常速的時候 就是半徑固定的話 那就是做延續運動 當R是等於常速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的速度不一樣 這指點做圓動的速度 這一項就沒了 因為這個R是固定的 對C變成等於0 就只剩下後面這一項 就等於Rωα 它的速度就Rω 然後它的加速度 交度A是等於多少 這一項等於0 就剩下一個向心交度 這是向心交度 負的Rω平方 方向的話是負R方向 這是向心的方向 向心交度 後來我把這個方向寫在一起 這是向心交度的大小 Oω平方 負R一條 這樣多少 加上這裡有兩項 這個的話 這個是等於1 這個的話 應該是沒有這一項 Rω平方 這是R的方向 這種 1 2 3 4 5 那Sita的話幾項 這裡多出來 總共五項 1 2 這兩項 3 4 5 所以這裡寫錯 這個事實上是在這裡 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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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切線方向 切線方向 如果R是長數的話 這個就沒了 所以再加上RR方向 R方向 是Sita方向 最主要我們是要討論這個結果 一個指點做圓周運動的情況 如果一個指點做圓周運動的話 它的速度就是R 方向就是Sita方向 它的交度有兩個 一個是向心加速度 這個向心加速度 還可以寫什麼 這個交度的話可以分解成兩個方向 一個是向心加速度 就是說我們叫做 這是法線 法向交度 這個是 也是向心加速度 法向交度 也可以把它寫成向心加速度 這大小是R OMG平方 也會等於多少呢 我上下乘R 就是R OMG平方 要除以R 這就是R分之V平方 這兩個都要記起來 這是向心加速度 圓周運動的向心加速度 還有切線加速度 切線加速度 切線加速度 各等Rα 那α是腳加速度 就是說Sita對時間 微分一次是OMG角速度 再微分一次就是腳加速度 好